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如何因应变局 战略机遇期消失了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山东大学讲习教授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运领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认为应对世界变局 更需要东方的合作文明 近年来张运领主编了 《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 和《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变化的脉搏》两本书 对大变局和世界趋势 与中国的战略机遇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他看来 中国处在大变局的中心 是推动变化的重要力量 就是我们看是我们已经没路了 但是我们转换的方式 换一换 我们就可能创造一个两岸画面有一村 就是这个东西 我就得分析现在 我们这两本书里都是这样 主调还是基本上积极向上的 不是像有些书 把这现在说的一团漆黑 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 就是新的这个世界 它是相互依赖性并没有取消 时代需要新理念 新文明 张云林认为 东方文化在推动世界和平 合作发展方面有着丰富内容 随着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复兴 曾经对世界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东方思想文化 在百年大变局中将发挥独特作用 特别像东亚这些 多轮驱动 东盟的这种以协调 共识为基础 不以制度干预为基础的 这些东西都比较符合东方那些思想原则 就是它包容宽松 对吧 但是又干事 再一个大家都可以得到好处 所以这些东西符合中国一些理念 东方文化强调相互尊重 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强调求同存异 各方存在分歧是正常的 但大家会向好的方向努力 倡导和谐相处 和而不同 互学互建 这些也是命运共同体精神 你说大家都在问 说命运共同体是什么呢 谁也回答不清楚 它不是一个组织 它是一个理念 你是体现在各种各样的行动中间 这个行动是干嘛呢 就是以这种合作 而非对抗 对吧 这样一个主导思想 张运领还提到 从国际变局来说 不能把所有矛头都集中到中美关系 他表示 中国综合力量快速提升 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特别是美国 对华提高了战略警惕和应对布局 所以拜登提出来 全面战略竞争的含义 就是我把它总结为谁胜出的问题 他不是要冷战 冷战是谁能消灭对方的问题 如果说特朗普还是单独 美国调整美国的战略 当然到了拜登时期 动员西方 扩大他的朋友圈 来共同应对中国的这一场挑战 被认为挑战 那么所以提出来 全面战略竞争 要全面的 不仅是经济 不仅是政治 不仅是军事 各个方面 那么其中呢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有人说他是制度对抗 我不太用制度 我认为是国家治理方式的不同 中国会与美国发生对抗吗 张云林认为 既不能简单地回答会 也难以回答为不会 把会作为可能 把不会作为争取比较科学 我刚才提到冷战结束以后 这个历史终结 那是一个大便 我们过来了 那么这一场 就是说中美 走到了对抗的前沿 我们能避免战争吗 因为我觉得战争是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说你只要不打仗 其他都有操作空间 和平是现在最大的任务 而且是人类共同的话题 因为教训就是 第两次 前边的两次世界大战 大家 who can do i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